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会元老牧师赵拥基 大学联合教会金炯明牧师 以及光临教会金善陶牧师 约有600多名来自台湾、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 以及泰国等地的牧者领袖与会 其中超过半数是来自中国 而台湾则占三分之一 李永勋牧师阐述服侍神乃是出于上帝的恩惠 不论教会大小 以感恩的心目会才不至陷入软弱沮丧和挫败之中 他说 因为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参与他的荣耀 所以不要觉得很辛苦很受伤 这一切耶稣都已经为我们背负了 而我们存留在心中的意念 是一切都是出于他的恩惠 这样我们的心才会得着满足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懂得感谢 接着为您介绍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主办 第48届基督徒医疗人员研修会纪念会 3月1日到2日在天母会议中心举行 而在2月28日的会前会之中 以国际生理食言水培训课程为主题 提供系统性的具体方法 让医务工作者能够恰当地评估病人的属灵状况 并且运用适合的方式与病人来分享耶稣的爱 这个课程是借由角色扮演 案例讨论 经验分享 循序渐进的来思考 为什么在医疗护理之中信仰具有重要的角色 顺服上帝呼召的机会与障碍 我当扮演的角色为何 还有哪些工具可以帮助我松土跟撒种 以及如何在工作中实践 此外 护加盟在去年特别制作了幸福台湾小手册 并且开发爱护健康家庭 打造幸福台湾小手册APP 目的是要传递同性婚姻法案 带来的不良影响 以及幸福家庭的正确信念 护加盟表示 1130之后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联署速度明显缓慢下来 今年元月到二月中旬 联署的人数只增加了四万余人 目前总数大约69万 距离百万连数的目标 还有极大的努力空间 护加盟表示 拿着幸福台湾小手册 与家人以及朋友沟通幸福家庭的理念 同时邀请他们连数 都是不错的点子 以上就是本期国度复兴报综合报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会